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桑普频道,又是晚上跟大家见面 一月之计在月初,希望大家利用Patreon每月付费定额 去支持本人和台湾港协会,继续帮助一些需要帮助应急的一些款项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货金本人 无据威胁,继续是一个保密,而且安全的方法之下捐款给本人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多些comment,like,share,转发给需要看的人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希望大家多多鼎力支持 今天是4月1日,余人节,当然很多人会和大家讲笑 或者整股大家,我这一集就不整股大家 当然,大家知道香港铺货场价,很多人来到香港了 近日204万人设来到香港,带走8亿港元的消费 对上这个月,30日以来,基本上已经300斤在香港店铺倒掉了 我可能还未计算建山书局 很多间不同类型的店铺倒掉,食肆很多 看到有几间,我记得在佐敦有一间马来餐厅都要倒掉 很惨惨 当然倒掉是一件惨事,还是好事呢? 止热,斩仓 那你难道要个人蝕住,破产也要做下去吗? 这样才好吗?不倒掉代表好吗? 不倒掉你就死定,死定,因为越越蝕,你始终都要玩越 那早倒掉,不如早倒掉,长痛不如短痛 所以倒掉未必是一件坏事 它是一个没那么坏的一种坏事 为什么呢?当然是坏事 它不是好事,没有什么倒掉是好事 但起码是没有那么坏的坏事 起码是止热 所以未来这段时间可能更多人倒掉 为什么? 一,很多人移民,中产移民越来越多 累计移出的五十至七十万左右 香港只有七百五十万人口 如果未计算七百万人口 五十至七十万人口走了的话 你一帮中产带钱拜拜 那他拜拜完之后 可能一拖二乱 包住他的家人一个一个前后的感受 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人对前途没有信心 是不是? 不如留近身前在旁边 因为准备移民 也要存钱 九点之后不要消费 不要吃宵夜 不要去那些厉害的酒店 五星级的豪野吃 移民先吃 有些就是存钱 可能一两年内送子女出去读书 读中学不定 高中不定 大学不定 whatever 不定一够钱 因为子女读书的钱很贵 还有生活费 是不是? 都要帮他们囚牢 就算不是出去 是留在香港 喂 现在股票倒 房市倒 即是楼市倒 即是 我经常说房市 因为这个不是匪于 台湾都这么谣 所以做开节目 房市股市 即是楼市和股市都倒 的时候 你有什么最值钱? 现金 美金 是不是? 所以就留一些钱 不要等他被人割韭菜 不过在香港的银行 就很难包 存在外国银行 避免被割韭菜 好了 存钱很重要 所以减少消费 无论你存什么币值的 钱一样 你都要减少消费 才有钱存的 另外就是 譬如说 有老人家的 你都要养牢的 甚至乎 你不要说那么多 你在香港那儿 想去大湾区 你存在求钱 现在中国和香港 攬炒 经济方面 一起下沉 让我下沉 让我哭 那这样搞法 那当然要存钱 那为什么会这样 倒闭 那没有人在那儿 有那么多闲钱 在消费 是不是? 嫁暴都少了很多 是不是? 即是陀地不辜 都没有 是不是? 真的有的 但是不好做 是不是? 那怎么搞呢? 没得搞 是不是? 难得 哪个像湯大壮那样 十一哥了 去罗马假期 教大家什么叫清心寡欲 是 他出了个post 告诉大家 他去罗马那儿 和朋友去 难得去山上 摆着一杯红酒 坐在一个 balcony 没有女儿在旁边 在一个地方喝酒 多开心 用一种十一的口气 自现出十一的精神 十一的这种叹围 就是什么呢? 就是清心寡欲 多开心 十一个 讲他都浪费时间 这个就是香港 那当然了 我们很多东西 点滴在心头 讲建山书局 我们这一节 下一节才讲建山书局 今天和大家做两节 起码 这一节讲什么呢? 讲张国荣 春天 该很好 你约上在场 其实去年 是2023年 是张国荣哥哥 逝世到20年的周年纪念 我做了几节 去讲他的歌 去讲他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要尋短 还有很多东西 大家可以找回一年前 我在去年四月做的一系列的节目 今年就不做这些大堆头的节目 我就做一节 因为讲一下今年 都依然很多人去追悟 今天是为已故巨星张国荣誓世 是21周年 大批歌迷影迷一如既往 攜同花出和心意卡 去到中环文化东方酒店外 悼念哥哥 今天独立媒体 就是下午到现场 一出地铁站 已经有花香迎面 前来献花和悼念的人不绝 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的粉丝 受访时禁不禁软言 即是非常不开心 耿烟地说 很多谢你 即是很多谢张国荣、Leslie 每一次带给我的快乐 我没有忘记到 如果你还在这就好 哥哥的至爱 堂堂、堂学德 一月往昔 是今天早上凌晨发文悼念的 这一次他首次贴出张国荣的短片 扎鹿是从他的电影《亚非正传》中 说的一句话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要你留下 哇 这个真是追心之同学 今天刚刚就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长假的一个重要时间 复活节 同学都在片下写 今天是复活节 真的吗 today is easter 希望各位知道 希望有一天 不只耶稣复活 香港都会复活 就变成光复节 47岁的广州 月荣的群主Conny 一直在她花牌前停留 不舍离开 Conny就说 和张国荣结缘于她初中时期 自从看了家人在香港大会的 告别演唱会录影带 看到她表演非常厉害 可以狂野 又可以很斯文 舞台都控制得很好 从此钟情于张国荣 她说当年身边的同学 全都在追四大天王 她当时虽然是少数 但是觉得自己 喜欢张国荣最有眼光 赞她除了英俊 还有人格魅力 为人善良 那就喜欢她三十多年了 过去广州来到香港的签证 比现在繁複 但当年Conny仍然坚持来香港 看她跨越九七演唱会 庆幸当时有机会和她握手 张国荣走了之后 她几乎每年都会到文华东方 酒店外悼念 而时至今日 她的手机背后 仍然放着哥哥的帐上 即是死忠的呆客粉丝 香港歌迷Michael和太太 今天是新村哥哥歌迷会上衣 到场悼念 Michael在加拿大加盟华星唱片的时候 已经开始留意她 世媚如每场演唱会的举办年份 长次数目都能到辈如流 她最喜欢的就是1988年的白氏巨星演唱会 她很用心落力在舞台表演到她自己 而后来的33场告别乐坛演唱会 Michael去了七场 听七场话 她难忘张国荣的台风 她的形象很突出 一起上舞台就很有型很有魅力 自然她自己说 虽然未亲身近距离接触过 但也能够感觉到 她是很爱惜歌迷的超级巨星 自从张国荣走后 Michael都会在她死忌 尽量抽空到文华东方酒店外悼念 如果不能够 也会在家中铺层出 张国荣的黑膠唱片 和CD珍藏版来怀面 她旁边的太太 说她会偷偷落泪 Michael不能忘记 当年张国荣在告别演唱会的破格造型 在传媒报道悬验之下 之为极大的批评 加重了她精神压力 希望传媒日后 能够更友善地报道的人新闻 Michael受访的时候 一直强引泪水 直至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和哥哥说 终于哭了 就是耿英说 好多谢你每一次带给我的快乐 我没有忘记到 如果你还在就好 这是相当爱惜她的一位歌 那当然了 就是沉痛悼念 张国荣的少不得她 危思培 那大家知道 大家没有忘记 2003年4月1日 即是愚人节 0341 21年前的今天 傍晚6点43分 在中华文华东方酒店 墮楼身亡的人就是张国荣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 是否愚人节整估大家 但是估不到是真的 那大家知道这个恶好 大家都很不相信 以为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危思培是张国荣初戀女友 那如果大家看回以前 麗的当时的节目 大家知道他们还拍起形式 日前危思培接受 潘兆聪主持的恐怖热线访问 回忆21年前 获取哥哥恶号时的反应 他说我收到电话 那天是4月1日 我以为是开玩笑 所以很生气 我跟我朋友说 你突然为什么要说他 和说这种事呢 之后看新闻证实 他说在我心目中 哥哥只是出国 去了第二个地方 危思培提到哥哥 当年曾经送给他一只戒指 可惜因为不停搬屋 早年已经不见了那只戒指了 相当可惜 我记得 尼斯培 毛顺坤 这些 都和他传出过戀情 后来当然 你会知道 他是没有再和女士 在一起了 那堂堂的出现 改变了很多东西 我虽然不是那些所谓的左派 但我对于同性恋 就是绝对尊重的 因为每个人 他自己爱任何的人 是他自己的自主的选择 那你爱一个同性的人 难道就要被扔石头 要是被惩罚 讨伐吗 我不是那些所谓的 很极端的那些 原教史主义者 但你问我 我对于譬如同婚 同性婚姻 或者对于这些看法 我未必一定会同意 但我会觉得 对于同性恋的尊重 反歧视 我是绝对支持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又说 这些整班说 我支持川普就支持 就是法西斯 我想想 怎样是法西斯 法西斯 我是不是毒气室 你毒大家 就是说这些都不负责任 好了 接着说回这个 张国荣 我只是大家问这个问题 我以前问过的 我希望今年 到现在这个环境 尤其23条通过之后 也问大家 大家都猜到什么问题 如果张国荣 还活在现在 他会不会变成蓝丝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也不想回答 因为他在2003年4月1日 已经结束了他的生命 你问他21年后 如果他在那 他会不会是蓝丝呢 我真的没办法知道 我知道文媒大公亡 你看他的Facebook 社交媒体 不断地推出 张国荣的一宗新闻 就是说他曾经接受过 在90年代的媒体访问 对于中国 这件事很有支持等等的 你可以这么说 你问我 阿妹也是这样 是吧 梅艳芳也是这样 所以你说 是不是你等于支持中国 等于你就是反对香港 或者说不支持民主自由呢 我想没有这件事 记住当时的时空 尤其是2003年4月1日 还没有七一游行 当时香港的民情 是对于一些所谓游行 示威 抗争 争取民主自由 自决自治这些东西 基本上不上心 就是我们不可以用 今时而作非 没错是今时而作非 但我们不可以这样 以今天的自己来打倒昨天的张王榮 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当时的时空 和民情 未来到那个位置 张国人都没有任何的政治 听着说给你知道 他中了些什么 你说他会不会到现在 变成你一个谭校长 中振淘 肥妈 杨千华 陈奕迅 谢霆锋 陈小春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有这样的可能 但我会觉得这样 他是一个很喜欢艺术和表演的人 他会觉得没有自由 这种东西是窒息的 我会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当你连自由都没有 你要去奶共 奶共 才拿到你的一些所谓的钱 我估计他未必想赚 这个我纯粹的看法 当你的自我是很膨胀 而你的自我膨胀不是依赖 人家对我的认同 OK 不是依赖你 人家对 是不是给钱给我 是吧 不是依赖我 我是不是成为十一国庆的重要的嘉宾 他一点都没有这样的一种依赖感 你邀请我的 那我也要看看 我是不是 just stand with you OK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张国荣未必会投共 这个是我真心的说法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 一个真是喜欢唱歌的人 或者喜欢表演的人 就是看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要的是名利 还是他很喜欢真心真意 喜欢表演的这种东西 而不在乎你们对我的感觉是什么 你们对我的批评或者赞许 就是这些明星的东西 或者现在的流量这种东西 是不是这么重要呢 就是我记得他出道不久 遇到一个所谓的挫折 就是他飞顶帽进去 那些人飞回顶帽给他 当然这是第一个挫折 第二个挫折是80年代 他很红了 终于因为有谁共鸣 所以拿到金曲金奖 当时很多人 就很不满意 在那儿娶着他 他依然顶着气 他后来今年的《笔切逢》都说过 即是黄尖、蔡兰 和《毅康》的节目都说过 他就顶着气 吹下去 换言之 他会受到观众的 一开始 我想二、三十岁 你没可能那么出世 那么超言物外 你很多时候受人家的剥扁 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但是张国荣是 在90年代有一个转变 他转变得来就是 他可以淡淡如水 Focus是一些 真的想表演 去做的一些戏剧 比如《霸王别姬》 等等的戏剧 去做好他们这些东西 就已经觉得 正了,做好这些东西 就是他想要做的事 你不要逼他做一些无谓的事 《霸王别姬》有这个对白的人 你当今儿 即当今儿 就是现在 是小人作乱 祸从天说? 不是 不对 是我们自个而一步一步 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 报应 我早就不是东西了 可你楚霸王 都跪下来求要了 那只荆剧 他能不忘吗? 能不忘吗? 能不忘吗? 报应! 报应! 这个就是 下跪 最后就会形成报应 我想这些地方 其实他心里都知道 先不要说什么政治立场 你作为一个人 如果因为一个权力 而下跪 报应就会来的 OK? 做个艺人 你是要很认真地 譬如说做电影 深入的角色 去摸索 那个心态是什么 然后你举手 做得似足 那个人 这个就是好演员 OK? 你做歌星 唱斯文的歌 唱唱这个 很狂野的歌 都可以唱得很厉 这个是张国荣 入型入格 是一个performer 是一个表演者 你和一个艺人 artist artist 太低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performer OK? 是一个非常好的performer 他唱歌 演戏各方面都相当好 那当然很多人喜欢他 因为他英俊 不过这个表面 我觉得他内心的世界很难得 好了 他内心世界如果真是追求一样 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和阿叻 和阿伦 和肥妈 和杨千华 和陈奕迅的分别 是不是? 那些人要的是什么呢? 钱 勉 威 明星 流量 某程度上的一种威望 张国荣曾经要过这些东西 我们不可能否认 但是他在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之后 我看到他九十年代有些超脱了 就是你问我八十年代的张国荣 他觉得他都不服气的很多 但是九十年代他唱《宠爱大碟》之后 的张国荣 我觉得他看的东西超脱了很多 这些东西他不会放在心里面很长时间 反而他很在意自己做的这个角色 做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真是专业 他很在意这个东西很紧张 甚至因为这样被自己过大压 但是他会不会是说 为了名利财息出卖自己呢? 他未必去到这个地方 他未必成为一个像王耀明 何韵思这些人 他们用政治来入国 未必有这样的意愿 也都不会参与 梅艳芳参与王者行动 也都不会这样 但 张国荣 张国荣 会做一件事 张国荣就是说 他就不出声 不作恶 不合作 是吧? 我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能的事 他不会因为一个中国梦 而牺牲他自己对于 艺术 艺术 演艺 电影 电视 电影 和这个 流行曲的投入 这个是他 我想 我的估计会这样 他会可能不出声 不表态 就是正如八九六四的时候 他都没有去过民主歌声 献中华的 我的印象中是没有的 但这件事无损于 我对他的尊敬 我都说了 我八十年代 我不是张国荣的粉丝 是吧? 我八十年代 是捧下谭泳伦的 唉 真是 千错万错 我自己都要誠心 懺悔 道歉 唉 这个人 世界就是一个 是吧? 最后看穿看破 起码到现在 我未死之前 都懂得懺悔 为时未满 那张国荣 就觉得 这个真是 行 以前觉得他很沙尘 很囂张 但是成为一个艺人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灵觉 有自己的灵觉 才能够 发展起来 这个就是我认识的张国荣 好了 这一集 简单讲到这里 下一节 讲建山书局